丘比特问卷 我们先说一下这位男士 你虽然口口声声地说 我妈怎么样不同意 其实我个人的看法 那是你的借口 为什么我会有这种感觉 因为女方给了你 太多的压迫感 你喜不喜欢她 喜欢 你爱不爱她 爱她 包括她给你提供的 这些帮助 人家不管你要房子 不管你要车 你过来这些条件 对一个刚刚毕业 二十出头的男生来说 她是一个巨大的压力 她未必能承受得起 那第二 我来讲讲我们这位女士 你也不要老拿父亲对你的爱 和他母亲对他的要求来去同等 虽然都是长辈 但我告诉你 女儿是可以主导父亲的 父亲对女儿 那是百依百顺的 我们作为女儿的父亲都知道的 是的 但是母亲对儿子 就像你对他一样 他能掌控得了你吗 掌控不了 你老是想去掌控他 这两种长辈的爱 他也都不一样 这是第一 第二 你给他创造的这些条件 不是作为你要挟他跟你在一起的资本 我都为你这样了 你还不那样 你这种力量给的越大 他反弹的越快 所以你要真正地想清楚 让他去做他心爱的工作 你才会成为他心爱的人 才能里扔 worth他心爱的 我来不去做 ada